新北市树林在上午发生了一起工厂大火 由于火势连烧了四五栋的铁蹄工厂 农烟在几公里外就能够清楚地看见 警消道场发现工厂旁边还紧连了一家加油站 目前先全力在加油站旁布水性来隔离火势 现场最新情况我们立刻交给记者陈伯玉 好 主播新北市树林上午发生了一起工厂大火 由于现场总共有五栋的联动工厂 疑似都陷入火海 农烟在几公里外就看到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警消道场还发现联动工厂旁边就紧连了一家加油站 消防队员立即布水线先隔离加油站和火势 另外加派水线灭火 让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 上午九点钟新北市消防局接获报案 在树林大安路一处的联动工厂发生大火 现场联动铁皮已经有一栋被高温烧融 几乎要坍塌 警消只能边降温边灭火 不过所属地区是水源不足区 消防局调派台北市和桃园的水库车前往池源 火势半个小时内已经被控制 但内部还在持续闷烧 初步排除有人员受困 但因为紧连加油站 新北市消防局不敢大意 先将加油站的员工撤离 并且加强水线隔离 就是担心只要有一点点火花 都可能在量成大火 至于火警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 这样是现场最近状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